因為這套戲裡面 我飾演一個比較色情的導演 但我本人就太正直了 所以都很考演技 如果這次我演到真的色情的話 我演技很好 但當初Casting的時候 導演有沒有因為什麼特質的成績 絕對沒有Casting這件事 一定是內定的 因為其實我和導演已經合作過 以前的地產仔 導演都知道我是什麼料的 大約是什麼類型的演員 很明顯我是性格演員 我去到導演叫我本飾演出就可以了 所以我都沒什麼看劇本 做回自己 做回自己就是色情 感情問題我不回應 不是 這個是性格問題 應該是說性格上是像我自己 但色情就不像 因為我都是一個很正直的人 我都不想說有什麼負面新聞 所以我都是 你平時在IG會追蹤嗎 以我所知這一行 如果追蹤女生要開一個小號來追蹤 那就不會用正號 但我就用自己主號來追蹤 我都有追蹤那些三上游 還有平日花等我都有追蹤 你自己有沒有小號 我以前曾經有個小號 但我發現沒什麼用 因為我都不太喜歡跟人分享我的感受 多數都是罵別人的東西 我直接用我大號來罵別人的 還有看到今天現場也有很多粉絲 你自己會不會去自己做 現場的粉絲最主要是SNO 因為剛才我聽到很多人喊老漢婷 不是 因為我聽到老漢婷 是嗎 可能太細聲了 不要緊 下次你可以再大聲一點 但我多謝他們 有一群我看到很慘 所以我拍了他們的照片 因為經常都看到這個情況 就是他們很早來排隊 以為自己站到最前 怎料因為有很多攝影機遮住他們 他們都很慘 我看到他們這樣拿到我牌很高 但他們一定看不到我 所以很感謝他們 我聽說有人已經 昨天下午已經到排隊了 都辛苦他們了 但他們經常這樣喊 怕不怕你耳朵沒事 或者他們的後面都很擔心 我不擔心的 因為其實我都沒有什麼活動出的 他都是可能一年喊一兩次 就算是OK的 我擔心Ansono的粉絲會喊我喉嚨 那都… 如果有喉堂廣告可以遇我 不要問為什麼 喉堂啊 或者一些什麼得美定 我都OK的 還有你還想說 你剛剛 你剛剛完成了一段時間的比賽 阿妹的情況有什麼關係呢 有 阿妹一直都密切監察著他 什麼時候被人淘汰 其實我都覺得他是超額完成的 本身他應該是進不了九十九強的 那… 都有點擔心的 其實因為他是遲了職 他都算是高薪厚職 那份不錯的工辭了職 他就叫做追夢 但現在又這麼快被人淘汰了 但一淘汰就沒人記得他 那怎麼辦呢 都… 有點擔心的 那… 我覺得ViuTV都不會簽他 ViuTV是很少簽一些沒有才能的人 除了我之外 所以都… 希望各位那些模特兒公司也好 其他娛樂公司 那如果… 聽到我這裡呼籲的 請你簽我阿妹 那就DM他就了 不用DM我 那你覺得你有沒有適合做演員 模特兒唱歌還是… 其實我問過我妹妹的 我妹妹呢… 我問她不如你做模特兒算吧 你又… 不是什麼都不懂 怎知道她說她不只想做硬照 她也想說一下 其實我覺得她說話都可以的 就是做一些正經主持 就是隔壁台那些 那就… 我的台也有 是這裡有一個 這樣就… 那就是… 那就是… 咦… 余小姐你也可以說 就是… 打給我妹妹不一定是六小姐 余小姐你也可以 如果找我妹妹去拍她的節目 怪談那些 她可以的 可以假裝害怕的 跟我一樣